辣椒炒牛肉的三种做法等级 快来看看你属于哪一级 你更喜欢哪种做法 小学入门吉之 一锅成菜 锅烧热了下适量的油 大火六层油温下入料之后 快速炒出香味 再倒入不加水腌制好的牛肉 快速翻炒 把牛肉炒到四层熟时 就倒入辣椒进去翻炒 辣椒断生后 倒入料汁再快速翻炒12秒起锅 这个做法操作简单 一锅成菜 用油料少 牛肉较为鲜嫩 肉香浓郁 但是有点汤肥 锅烧热了下宽油 大火四层油温下入加水腌制过的牛肉 快速划炒到五层熟 带血色就快速到处控油 需要把血水控干净 锅流底油我们下入料汁炒香 然后转大火下入辣椒 快速翻炒至端成 最后下入牛肉 同时淋入料汁 快速翻炒12秒起锅 这个做法 肉片要多次加水打进去 肉片确实非常滑嫩 但同时加水腌制的牛肉 也缺少了牛肉的鲜香味 四层油温下五层熟捞出要掌握 另外空水做不好 汤水就会锅中 锅烧热了下宽油 大火七层油温下入不加水和鸡蛋清腌制过的牛肉 快速划算到五层熟 但血色就快速到处控油 锅流底油保持最大火 下入料汁快速炒香 倒入辣椒快速炒至断生后下入牛肉 同时倒入料汁再快速翻炒12秒起锅 动作要快 姿势要帅 这个做法不加水和鸡蛋清腌制 但是牛肉的口感同样非常的鲜能酸厚 而且肉香浓郁 没有任何多余的汤水 对火候的掌控是这个做法的核心 看完你激动吗 能不能说说你属于哪个等级 你更喜欢哪一种做法